大衛死了,大衛就留給他一勺點錢 所以呢,他真的1958年 這時候他幾歲?40歲那年 他真的當了醫生 所以這中間你看他就開始孤獨 40歲當醫生,然後他很認真 9年後他就成立了全世界第一家的一個安寧院 所以大家知道他這個安寧教護的創始者 他本身是護理師,又是社工師,又是醫師 所以他非常了解整個醫療體系的一個運作 然後大家要怎麼樣來做團隊的一個運作 他也非常的看 所以呢,安寧教護的一個原則 重點是沒有痛苦而死亡 承認死亡為醫療過程的一個部分 就是我們這個佛教的概念 這個有生必有死 紛紛生死的概念 終止痛苦而折磨 順應疾病自然的過程 所以我們如果用圖解來表示的話 這是隨著一個時間過去 這是一個人的一個生命品質 那安寧這個是我們末期病人他的自然病程 高高低低高高低低的 發燒送醫院治療回來好一點 一定會某些原因 又掉下去了又好一點又掉下去了 這是我們一般末期病人的一個自然病程 那所謂安寧死就是在某一刻終結掉 明明死亡可能還有一段時間 可能還有幾個月或是一年的期間 病人要求因無同仁或是自己自殺 或是安寧死 直接打掉終結生命 那安寧照顧呢 他則是希望在這些時間 盡可能讓病人的生命品質維持到最好 這就是安寧照顧的一個想法 所以這裡很重要 這個很重要 安寧死不等於安樂死 末期病死病人不等於植物人 因為植物人我們給他充分的營養 適當的醫療照顧 他可以我們覺得 所以基於人道原則 我們就不會去終結植物人的一個生命 我們會給他必要的食物跟水 好 那大家如果有讀過七到三四十字書 就有提到 沒有哪一種故事會當過協助一個人好好的死亡 所以未來大家不管開始實習 或是進到社區去 大家做的工作 其實就是一個很大的一個故事 所以另外呢 他提到協助一個人安強往生 和協助一個人扯作 真的是很大的 香港人做的工作 就是這裡要非常的肯定 大家好的發情 好 謝謝